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大家都叫他小剑 好 来 掌声有请小剑 全场热烈 大家好 我叫李莹剑 来自于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圈是 小剑人好 还有才 找个大哥漂亮白 给我溜灯的美女们辛苦了 看一下场上十六位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来 场上十六位姑娘 对我们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大家也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好 接下来 根据你的感觉最上面一盏灯 小剑 5号黑妹 不过理由来 没有灯 是因为啥 就是演员吧 因为我喜欢皮肤白一点的 8号 可欣 我估计你是对号入座 特别想说一句话 我为啥躺着也中枪呢 咋的了 你是不是认为他比我黑一样 能不能辨题这场了 这已经是硬伤了 能不能辨题了 什么情况你这是 来 有请5号 8号有请两位 放心 爱 努力 爱 期待啊 我想让你看脸啊 我放心和后离我愿意 还想跟着回家去 往中间站着凑凑一起来 大家看看 什么感觉 音乐 这样 那个你走着看 对 我们整一段什么米兰时装周那种音乐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姑娘飞底在黑当中选出一个来 你们选出谁来了 小心点啊 董 观众都选出来了 还是小伙白呀 是不是这意思 好像我们这俩姑娘下来 就显小伙白之类 是 也就是有这么一个出头的 要不然我这今天白得太好 白得太帅也不是特别好 是不是 燕的姐 是 宽点棍刀咋个事呢 拉到 来 谢谢两位 谢谢 好 互动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小伙的第一个短片 一起来看 我叫李应健 今年20岁 是一名客员经理 月收入5000 每次我见到客人 都会说一句话 小伙计 人生气名 做我们这行 要想让客人记住你 就得有特点 而且要多变 有才 从此在人世上也没有无奈的本领 我不要争承 要尽开你 做多悲 昨日有苦有提 想算分开了你 都会梦中的明天 朋友们都叫我拼命三郎 因为我每天晚上六点上班 半夜一点半下班 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第二天睡懒觉 而我第二天还有一份别的工作 不是每一队 深爱十年的恋人 都能最终 走向神圣的婚礼礼堂 我从18岁 就开始跟着吉林省 第一四一团队学习 现在还做婚礼主持人 每次主持别人婚礼的时候 我这心呢 砰砰地跳舞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 也梦想着能和你有一场特别 而又浪漫的婚礼 小伙子看你短片中唱歌唱得那么好 咱们接歌呗 你既然这么有才 咱们看着呗 你怎么个接法啊 专啊 都是我唱一句 然后你接下一句 好 我们从走开琴 什么呀 我就唱两句 然后接下来唱 明明是傻猫 却感觉良好 终像天下美女都偷怀怂包 趣味又复杂 还要装情高 像这样的男人 就是大草包 听过吗 这歌 燕子姐 我说实话 三言多少歌就没有不会的 但这首歌我真不会 你给我讲讲 我没听过这歌 这歌叫啥名 女人不是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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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歌你看挺有味道 接